我们常常在节目中呢 为许多的消费者 针对你们不同的需求 来分析如何买车 而有一些家庭呢 可能只有一台车 是全家一起来使用的 但有一些家庭 可能会多了一台车 也许这台车是平常 可能在买菜啦 甚至于在接送小朋友的娃娃车 那今天呢 梦想今天57号 特别在这个光辉的5月 也就是母亲姐几样来临之前呢 气化了这一集 也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呢很多的时尚妈咪 其实用车大不同 而且我们今天现场 也邀请到四位时尚妈咪 跟大家来分享 她们的用车经 并不是只有男主人才喜欢车 其实女主人也非常爱车的 那我们先欢迎今天 来到我们现场的四位时尚妈咪 首先先欢迎Cindy 是不是跟官方朋友搭配 大家好Cindy 介绍一下 我想官方朋友 应该对她还蛮熟悉的 对不对 因为常常在某一些综艺节目上面 会看到你出现 对 所以你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录影 然后你的副业是妈妈 对啊 刚刚就说我的副业是妈妈 我主业是录影 没有啦 我主业是妈妈 然后呢 平常空闲之余呢 就会来录录影这样子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我们平常也是用车嘛 对不对 对 我平常开车呢 是这一台 你有两个小朋友 是不是 有两个小朋友 一个四岁 一个两岁半 所以呢平常呢 我们开是这一台宾室的1250 以前呢 它是一台非常帅气的 跟我老公一起约会的一台 非常罗曼蒂克的车 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呢 现在就变成一台行动娃娃车 所以从约会的时候 是男朋友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这台车一直都陪着你们 没错 所以写下了很多浪漫的回忆就对了 然后现在是吵杂的回忆 现在是吵杂 因为步入生活了嘛 总是财迷有盐这样触擦 总是要融入在生活当中嘛 那待会儿辛迪会好好跟大家聊一下 她觉得她的车 她喜欢的地方 还有她不喜欢的地方 甚至于呢 她以后在选车的时候 有哪一些她比较在意的点 好 接下来欢迎第二位 时尚妈咪Winnie 大家好 我是Winnie Winnie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现在是全职的妈妈 就是你没有在外面兼差 或者这样 这样讲 有点像是贵妇 没有像辛迪一样就对了 像我们比较辛苦 还要在外面工作 她现在贵妇 全职照顾小孩 因为老公比较会赚嘛 所以就当全职的妈妈就好了 所以你现在本身有两个小孩是不是 对 一个四岁 一个六岁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那你现在平常用车 是会老公接送小孩载着你 还是说你会自己开车 我会自己开车 因为其实之前上班的时候 都是自己开车 那现在全职之后呢 就是老公就会留一台车 在家里接送小孩 因为小孩要上学嘛 所以我就是主要这一台车 就是让我接送小孩子比较多这样 所以你今天接送小孩的车子 是宾市的C-Class的旅行车 C250对不对 对 它安全性其实还蛮好 我蛮喜欢开这个 现场这三台哪一台 你要不要自己认理一下 就黑色的那一台 观众朋友 有没有觉得这一台车很面熟 因为只要看到那个Lanking 就大概知道 她老公是谁 待会我们把这些八卦呢 请Winnie好好跟大家来分享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Sunny 嗨 大家好 我是Sunny Sunny 你看起来 一点都不像妈咪 谢谢 谢谢 我是三宝妈妈 你已经是三宝妈咪了 我吃得非常的好 谢谢 谢谢 那你本身自己在开咖啡厅吗 我们从你的这个资料上面 对 我自己本身有经营一家咖啡厅 然后在中华路上面 那那个咖啡厅也算是 很多车队会来的 就是因为我以前 就是有经营一个车队 是B&W的车队 是不是 所以我刚刚开场有讲 不是只有男主人喜欢车 其实女主人也是非常爱车了 那请问一下Sunny 现场的这三台车 哪一台车是你的 观众朋友眼尖应该看得出来 经营车队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是哪一台 我是那个430这一台蓝色的 哇 有M package对 而且其实改了蛮多地方 我们刚才其实有看到了 待会也请Sunny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她自己本身经营车队 现在又是自己创业 同时还是三宝的妈咪 在这么繁忙的事务当中 她如何去选择她现在自己喜欢的车 而且听说你会选择这台车 是有一些原因的 还蛮特别的 我们待会跟大家分享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Catty 哈啰大家好 我是Catty 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基本资料是 一样是职业妈咪 其实我是老师 对 那我平常呢 老师 司机 妈妈的身份都有 你的小朋友是八岁跟九岁比较大一点 对 我有两个小男生 然后他们已经比较大了 对 那你平常自己开的车 你就是用BMW 520i来载小朋友 这两个小朋友 没错 就是平常主要的工作就是接送他们两个上下课 然后还有我自己如果外出外要工作 都是用520i 比较特别的是 其实刚才看到其他的妈咪们 可能车子都稍微偏比较小一点点 你的520i是稍微比较属于中大型的房车 对 你开起来不会有压力吗 基本上我还蛮喜欢大车的 因为我就是觉得它很稳重 然后很安全的感觉 所以自己个人喜欢大车 所以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好 我们问一下Cindy 其实你刚才有讲到说 你平常有时候如果带小朋友 或是出去自己会开车 但大部分时间我们知道 我们追踪你的IG或什么 甚至于都没有看到你在开车 意思就是你只要拎着你的化妆包 然后就直接跳上车就可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 就是其实我以前早年 早年 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开车 因为那时候对开车就是有一种梦想 就觉得说 女生穿一个窄裙 然后坐上车上这样 帅到不行这样 很帅 对 然后自从跟老公交往之后 就发现没有被载才是最帅的 真的吗 就是觉得这样子很轻松这样 那当然中间也是有一些小插曲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后来我没有开车 那现在因为有了小孩之后 大部分因为为了孩子的安危着想 所以我觉得还是以爸爸主要开车 是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我们坐在副驾 我们也是有我们的公用的 妈妈就是要负责来安抚 小孩子的情绪 因为相信众多妈妈们 应该都知道 小孩坐在车上其实 对于驾驶来说也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小孩的哭闹 吵杂 像我小孩还比较小 两岁四岁 所以他们对于坐长途 或是坐比较久的车 还是比较容易 会情绪不稳定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车子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要安抚他们的情绪 所以刚刚其实大家有讲到很多配备 什么除了安全性之外 其实我觉得车子 有没有一些辅助的功能 对于我来挑车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像我自己的车子 它是有天窗 那天窗就是安抚小孩子的情绪 一个最棒的地方 因为像我小孩子有时候 他们就会突然间 吵闹或干嘛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说 赶快我们一起打开天窗吧 我们来看看外面的风景 有多美好 所以小朋友就不哭不闹了 对 然后你就把天窗打开 然后他们就这个风 可能风让他们冷静了吧 然后就打开 他们就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 他们就觉得很好玩 所以我就觉得以前 我跟我老公在交往 开这一台车的时候 还不觉得有天窗有什么特别 一定的 两人世界的话也许 对 也还好 因为也不可能一天到晚打开来这样 自从有小孩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很 bonus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刚刚也讲过说 安抚小孩很重要 所以后来我也发现 我的车有一个地方 比较不OK的 就是因为我们那台 比较旧款了 它的蓝牙只能接电话 就是它那个蓝牙 还没有办法接音乐连线 不能播放音乐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小孩子很需要 巧虎 是 对 小孩很需要召唤 巧虎大神出现 所以有时候 我们那个CD片 又没有办法放什么 我们就是需要 手机里面接那些 小朋友喜欢听的儿歌 什么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麻烦 因为手机的音量有限 没有办法制住小孩的音量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我们以前也没有特别觉得说 这个音响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差别 但是现在有了小孩之后 反而会觉得 这个音响的功能其实蛮重要 因为可以要随时随地可以接 小孩喜欢听的一些音乐 喜欢听的一些故事之类 所以其实单身的时候用车 跟有了家庭之后 有了小孩之后 用车看的点就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你认为你现在老公开的车 你最不喜欢就是因为 他的这个蓝牙系统 对 甚至于他的影音设备 你觉得应该要再更新了 嗯 OK 意思就是老公 你应该要换车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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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信号车也都还蛮便宜的 好 OK 那听完Sindy分享之后 我们从当中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们单身的时候 可能只要觉得自己开心 或聊人世界就可以了 可是一旦有了小朋友之后 其实我们考量的事情还蛮多的 就像威妮来说的话 威妮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现在开的车啊 其实你并不是这么的喜欢他的点 有哪一些 因为你平常会带着 就是真的自己带着小朋友嘛 就是当成是娃娃车嘛 接送小孩 甚至于采卖的时候 也是用这一台车 那你开的是C-Class的 Estate 对 那你喜欢这台车吗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他所有的一切 我都还蛮满意的 因为应该这样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车子啊 其实没有什么很挑剔的地方 那我老公呢 他是对车子是非常 很多事情他是非常讲究的人 那所有东西他都帮我筛选的 非常非常好了 所以呢 我就是开 那他换车换的很快嘛 那所以我就是 接他的车 要换 然后我就接他不要开的 我就很OK了 因为所以就是 所以你这么容易满足啊 接老公不要开的车 然后你就觉得很棒了 我非常好相处 真的是一个好老公 对 因为我对车子完全不讲究 因为我觉得 不要那么浪费 可以开就好了 我是这样子觉得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在开的车 我觉得就很好开了 那只是说 现在我唯一觉得 它让我很困扰的地方 就是每次我提着大包小包 抱着哭闹的小孩 要上车的时候 我必须要抓我的包包 然后拿出钥匙 然后要开那个按钮 它才能开门 对 然后进去那个车子之后 发动 又不用钥匙了 我就觉得很尿 很奇怪的 这样子的 对 为什么当初 没有呢 直接就可以拉门就可以开呢 这个部分 我觉得有点困扰我 因为 我也有可能想说 他不是兵士吗 怎么会这么烂啊 还要把钥匙 要动气拿出来 把车门打开 因为老公没有选嘛 对不对 原来如此 简单来说 就是老公做半套而已 而且老公只有做半套的意思呢 这个老公的大家还蛮熟悉 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今天也有陪他老婆来录影 而且其实老公呢 他没有选我们觉得最实用的 所谓的keyless 就是你不用 就是完全不用拿出遥控器 然后你就可以进车门 但他选了一些 你觉得很 一点也不实用 为什么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上面 然后硬要塞给我呢 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轮子上面 对不对 比如什么 轮圈 轮圈 这个部分我真的很困扰 就是我每次开这个 我就心惊胆跳 因为他每次跟我讲说 你要小心开 我说 为什么小心开 因为他都说 那个轮圈很贵 然后我每次 因为我每次要静停车场 因为我手比较短 然后我每次要按那个 要出那个票卡的时候 对 我都要很小心 因为如果靠边一点的话 我可能就A到轮圈了 每次A到轮圈我都要下车 然后拍一张照片给他 他说老公不好意思 我好像A到他了 然后他就深吸一口气说 算了 然后他回来跟我讲说 很贵 这个又几万这样 我就 他压力很大这样 对 那所以你不喜欢的是 为什么老公要 就是不用 把这些钱花在刀口上 对嘛 不用管啊 去换了一个Keyless 然后结果你换一个Lanking 要干嘛呢 对 对不对 那你认为还有哪一些配备 你是觉得A还不错 或者是甚至于你不喜欢的 我觉得它的那个倒车显示还不错 就是它蛮清晰而且很准确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说 倒车都很方便 我可以马上就倒到我要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对我们来讲是很方便 可是你老公说 因为那个车子的后座 他觉得真的有点小 那自己本身呢 Winny自己觉得呢 后座啊 我是觉得 小朋友来用的话 小朋友来用是足够了啦 所以那个是借口就对了 他可能想换车吧 我想 OK 我们知道了 所以男生想换车的时候 有各种的理由 就说这个车比较小 那就不然让你当娃娃车好了 所以本身Winny非常非常的满意 他现在的娃娃车是 老公留给他开的 如果说老公接下来要换车的时候 他又有一台新的车可以使用了